女友的初恋白月光得了癌症 死前最后的愿望 是跟她举办一场婚礼 他们一起挑选婚纱 一起商定吉日 还将我们的婚房 装扮成白月光喜欢的样子 她让我乖 让我懂事 让我给她一个月的时间 我真的不爱她 我只是希望 她能开开心心地离开 可是她不知道 我也快死了 刚体检完回家 我还没来得及开灯 就被人抵在门上稳住 结婚吧 柳如烟浑身酒气 熟练地解开我的扣子 怎么这么突然 我还没缓过神 下意识还住她的驳梗回应 交往五年 她可从来没提过结婚的事 每次被我问起 也都是找理由推脱过去 今天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感觉该给你一个承诺 她动作又急又快 解到第三颗扣子 便没了耐心 直接将我的一百推上去 电话却响了 柳如烟身体僵了僵 没有理会地继续吻我 不接吗 我推了推她 她像是在跟谁赌气似的 不接 但在几秒后 她又突然放开我 算了 你先去洗澡吧 说完便拿着电话去了阳台 我心中一紧 终于明白了她今晚为什么异常 等我洗完澡出来 柳如烟已经打完电话 正坐在阳台上抽烟 听到我的脚步声 她头也没回 只是语气平静地告诉我 一腾成回来了 她生病了 又不肯接受治疗 今晚在同学宴上 非闹着要我嫁给她才肯住院 难怪 平时鲜少抽烟的她 此时身边摆放的烟灰缸里 却已装满烟地 我不自觉地攥紧了手中毛巾 然后呢 她答应了 不打算跟我结婚了 还是说想把这个问题丢给我 让我主动退出 柳如烟输了口气 看起来心情很差 没有然后 我拒绝了 她说完碾灭了手中的烟 起身回房间 早点睡吧 今天有些累 我看着她躺在床上的背影 胸口像塞了团棉花似的 堵得厉害 为什么 她不是都说拒绝了吗 为什么我心里还是这么难受 第二天 我是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吵醒的 你来干什么 柳如烟不知何时起来了 在外面生气地斥责着意外来客 几乎一瞬间 我们一起生活过的房子 你把它买下来了 就说明 还没有忘记我对不对 我这次回来 是专门为你回来的啊 脑袋嗡的一声 有根弦断了 我和柳如烟相亲在一起的第二年 她的工作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正到前后 柳如烟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买了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我当时还很奇怪 这里离她上班的地方远 交通也不怎么方便 为什么她偏偏买到这里 她告诉我 这里的环境好 最重要的是她喜欢 回想起当时她说这话时 不经意流露出的笑意 一股冷意钻进我心里 她究竟喜欢的是这里的环境 还是喜欢曾经和她一起住在这里的人 我披上披肩走出房间 就听见柳如烟毫不留情地拒绝 不行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们很快就会结婚 我不可能嫁给你 好在 柳如烟的回答让我安心了不少 不管她过去怎样 至少她现在是坚定选择了我 门口站着的男生 不可置信地微微睁大了眼睛 透过她的肩膀看到我 眼泪躺得更凶了 对不起 是我打扰了 她失望地看着柳如烟 你记住 就算我死了 我也永远爱你 就是这样这样一句宛如诀别的话 让柳如烟背影僵了僵 男生哭着跑走了 我刚来到柳如烟身边 正要挽住她的手 你 下一秒 柳如烟躲开了 她痛苦而又愧疚地看了我一眼 博答 对不起 我不能看着她出事 我猛地僵住 疼痛如电流般 从心脏穿过四肢百骸 等我反应过来时 柳如烟已经冲了出去 我也急性地跟着走出家门 就看见她用力抱着那个不断挣扎的男孩 你乖乖听话 我答应嫁给你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柳如烟 温柔又卑微 和平时惊冷自食的她 完全不一样 只那一刻 我便知道我输了 柳如烟回来时 我正在房间里收拾行李 我答 你这是干什么 她有些慌了 冲上来阻止我从衣柜里取衣服 我冷静地跟她提了分手 她却生气了 纪伯答 我不会跟你分手 你不准离开我 说着 她发着很多吻上了我 带着解气和怒火 怕 我狠狠打了她一耳光 柳如烟 你答应嫁给她 又不跟我分手 难道还想坐享其人之福吗 我声音颤抖 从来没像现在这样 和她生气过 有记得我跟她第一次相亲见面的时候 还没见面之前 我被几个流氓女缠上 她犹如天降 神情冷峻地将我护在身后 鼻尖撞上她后背的时候 我嗅到了她身上独特而清烈的香水味 仿佛冬季萧瑟的风中 被白雪 富满之丫的血松 从那时起 我就喜欢上她了 此刻 柳如烟无助地抓着头发跌坐在床上 口中呢喃着 那我能怎么办 一腾成她生病了 医生说是绝症 就剩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我不想让她带着遗憾离开 我呆呆地正在原地 看着她因为情绪崩溃 而微微抽气 那些想要质问她的话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说她口是心非三心二意吗 还是说 让她不要跟别人结婚 可是 那个男人得绝症了 我跟一个快死的人争什么呢 气氛骤然安静 柳如烟见我不说话 又重新和我打起商量 她深吸一口气 眼眶心红地将我抱住 博打 就一个月 就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真的不爱她 我只是希望 她能开开心心地离开 话到这份上 我还能说什么 在一起五年 我和柳如烟一直相处得很好 如今好不容易快结婚了 我也不希望 因为一个将死之人 舍弃这份感情 我抬头将眼泪憋回去 掰开了她紧抱着我的手 好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答应结婚后 一腾成果然就很乖乖住院了 柳如烟的心情 看着也好了很多 一连几天 她都是下了班 直接去医院 晚上回家 她疲惫地将脑袋埋进我发肩 博打 我好累 我为她按摩颈部的动作微顿 怨得了谁呢 谁让她同时操着两个人的心 第二天 我提出去医院探望时 本以为柳如烟不会同意 没想到她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 我的心也跟着轻松了几分 不避讳我和她见面 就说明 她对我没有隐瞒 柳如烟还说 下班时会顺路带我过去 可我下了班坐等又等 没等到她来接我 拨通她电话后 她才懊恼地跟我解释 一腾成她 突然想吃蛋糕了 那家门关得比较早 我就先来这边 给她排队买蛋糕了 她叫那个男孩的名字时 语气无奈又宠溺 仿佛再来也甘之如頤 博打 对不起啊 柳如烟又向我道歉 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对不起什么呢 她不过是先去给她买蛋糕了而已 原因也解释得很清楚 那家店关门比较早 如果接了我再去 恐怕会买不到 她也只是在权衡利弊 可我为什么 心里还这般不是滋味呢 后来 我没让她再回来接我 而是自己打了辆车 直接去医院 路上还顺手买了树满天心 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到了 一进门 我就看见 她正温柔地 为着病床上的男孩吃蛋糕 男孩不小心把奶油沾到了唇上 还指着画册上的婚纱 让她选哪个好看 柳如烟抬手 将她唇边的奶油抹掉 说哪个都好 这画面美得让我不忍打扰 就连一旁给男孩输液的 护士人员也调侃 你们这个小夫妻感情可真好 柳如烟没有否认 只是熟练地帮男孩 掖了掖背脚 在看到我时 她愣了愣 随即大方地扯出一抹笑 博打你来了 男孩随她的声音看了过来 我这才收起内心 那点狼狈的极度 笑容淡然地走了进去 没想到你还比我先到 一腾成 祝你早日康复 我地上花束 男孩笑着跟我说谢谢 脸上不带一丝敌意 可就在她准备接过满天星时 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 率先夺了过去 一腾成对花粉过敏 一沾上就浑身起红疹子 博打 你来买东西 应该提前跟我说的 温柔的责备 大概就是说柳如烟这种了 明明是怪我买错了东西 偏偏说话语气不清不重 温柔地给我一耳光 让我连生气的资格都没有 我牵强地扯了扯嘴角 抱歉 是我自作主张 哎呀没事 都是如烟太大惊小怪了 病床上的男孩 体贴地笑了起来 也怪我以前吓到过他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我没告诉他对花粉过敏 他来见我时 给我带了树花 结果我就浑身起了红疹子 把如烟吓得抱着我跑了三公里 这个傻子 当时都不知道坐车的 男孩笑了起来 顿时给这暗淡的房间 增添了不少亮色 也难怪柳如烟对他那么喜欢 他真的很不一般 尤其是在挑拨关系时 柳如烟察觉到我不开心 趁接水的间隙 将我拉进独立浴室 对不起 刚才不该凶你 他抱着我道歉 嘴唇有意无意地 擦过我的耳阔撩拨着我 也讨好着我 我将手撑在他的胸口 躲开他的触碰 别闹 如烟 我不喜欢这样 柳如烟轻声笑了 作乱的手从我一百溜了进去 直到负在某处 不喜欢 我轻轻颤抖 咬着唇不吭声 就在柳如烟快要稳住我时 门外突然啊的一声尖叫 伴随着玻璃碎掉的声音 柳如烟猛地推开我 甚至不带一丝 停留地冲了出去 怎么了 你怎么又不穿鞋就下床 我的腰狠狠撞到了洗手池上 剧烈的疼痛 让我大脑有一瞬的空白发懵 听着门外柳如烟生气地斥责 我自嘲地笑了 泪水在眼中打转 我拉下一百走出去 只见男孩的脚边碎了支玻璃杯 柳如烟心疼地扶起他 大步朝病床上走去 虽然他喉得很凶 放下男孩时 却小心翼翼 每一个动作都仿佛精心设计 充满了呵护 男孩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 抱着他的手臂道歉 对不起啊 如烟 我就是想喝水 谁知道手艺软没拿稳 柳如烟面色冷沉着不回应 抓起他的脚踝问 受伤了没有 他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 却将另一个男孩的脚 捧在手心里 而我曾经只不过是 穿了他的睡衣 他便再也没碰过 两人此刻宛如亲密无间的情侣 男孩的胸口 更是直接贴在柳如烟的手臂 我大脑乱乱的 变得很奇怪 明明我才是柳如烟的女友 却竟然觉得自己 站在这里很多鱼 后来柳如烟依然 每天都去医院照顾 我从去过一次后 便没再去了 短短一个月 他和那个男孩相处的时间 比我这个正牌男友多多 男孩也越来越频繁地 将柳如烟从我身边叫走 有时晚上 我和柳如烟刚睡下 也能接到他的电话 如烟 我胸口难受 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你能不能过来陪我 如烟 我梦见我没能和你 举行完婚礼就死了 你能不能不要丢下我 如烟 我的礼服什么时候定好啊 宾客邀请了吗 我最近感觉越来越慌了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快要死了 他似乎 总有找不完的理由 我拉住柳如烟的袖子 今晚可不可以不去 柳如烟眉头微醋 显得有些生气 纪伯达 我最近已经很累了 你不要任性 一腾成现在生着病 他需要我照顾 可是我也需要你啊 我最近也很不舒服 折磨了我好几年的卫兵又犯了 这几天夜里 都会反反复复地疼 柳如烟还是走了 而且一晚上都没回来 第二天他回来 却只是简单收拾了点洗漱用品 就又要出门 我被他吵醒 问他这是干什么 他猝着眉 像是很烦恼的样子 最近一腾成越来越焦虑 身边离不了人照顾 我打算住在医院 听到这话 一股让人绝望的冷意传遍全身 我没再阻止他 反正说了也没用 换来的无非是一句 他是病人 可我真的想问问柳如烟 他这么殷勤照顾前男友 当真只是因为他是病人吗 一腾成约我去店里是西装 我不知道他从哪得着我的电话 更不明白他为什么找我陪着 如烟去定理堂了 还要布置现场 我虽然让他简单弄弄就好 可他偏要搞这么正事 一腾成挽着我的手臂 轻如兄弟 向我解释这些时 脸上满是红韵 看起来更不像病人了 我还是来了 不为别的 我就是想看看柳如烟 到底能为他做到何种地步 没想到 我还是嫉妒了 当初我向柳如烟提出结婚时 他总说戳不出时间 结婚的流程又很麻烦 而如今 那么怕麻烦的柳如烟 竟然也会为了另一个男孩 旷宫亲自准备结婚礼堂 就像我曾经觉得 他对待感情理智且自持 可实际上 他的爱不是理智 只是不会为我冲动罢了 直到我亲眼看见 他对另一个男孩呵护背质 我才知道 原来他也会爱一个人 爱得明目张胆锣鼓喧天 身边的男孩还在自顾自地说 我和如烟这些年 心里一直有个遗憾 多年前 我们在恋爱时 曾幻想过未来 我希望在高朋满座 不满粉色玫瑰的礼堂里 我为他弹着钢琴 他穿着白色婚纱嫁给我 粉色玫瑰 弹着钢琴 原来我曾经逼问他 幻想中 我们的婚礼是什么模样 他随口答的那句 我想你弹着钢琴 让我从满是粉色玫瑰中 朝你走来 不是说给我的 而是他曾经 给另一个男孩的承诺 一腾成仿佛把自己说感动了似的 眼含泪光地握着我的手 纪先生 我真的很感谢你 在我离开的这些年 能把如烟照顾得这么好 你不知道 当初我和如烟说分手时 他追我追到国外 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 找了三天三夜 差点被车撞到 我当时是真的害怕 他会堕落下去 但好在 你陪他走过了那段黑暗 我听不下去了 更想不明白 既然他们那么相爱 还分手干嘛呢 我谈了这么多年恋爱 又是在跟谁谈 柳如烟和我在一起的这些年 他究竟想的是 跟我岁岁年年 还是和另一个男孩的遗憾 这一刻 我好像通通看不清了 一腾成还告诉我 其实 我一开始没想把如烟抢回来 毕竟你陪伴了 他那么多年 我不想做第三者 可是纪先生 你还不知道吧 在我刚回国的那天晚上 如烟喝醉了酒 发消息问我愿不愿意娶他 我只是 回了他一句愿意 他便开车到了我家楼下 在暗不见光的楼道里 他不管不顾地吻了我 其实也只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就 在一起了 只是 他知道 我把自己的第一次送给了别人 这才生气走了 直到恢复里之后 他才说 要对你负责 不会再和我来往 说这话时 男孩的脸上是 充满得意的 仿佛他只要勾勾手指 就能让我的女朋友回去 而我整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 难怪柳如烟醉酒的那晚 对我前所未有的热情 原来不单纯是酒精的催化 而是他在别人那里 没有得到满足 想要找我发泄罢了 回想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五年 我好像成了一个笑话 看着男孩沾沾自喜的样子 我气得浑身发抖 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做小三还这么骄傲 你是没电没妈吗 转身离开时 后背被人狠狠一推 掉下楼梯的那一刻 我整个脑袋一片空白 手机末地响起 是正在为别的男孩 筹备婚礼的柳如烟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眼前天旋地转 耳边闹哄哄的 听不清身边的人在说什么 只听见一个医生的声音说 病人头部有出血 情况不稳定 准备立刻手术 我心中一慌 什么头部出血 我受伤了 不 我不想失去意识 我还想问柳如烟很多事情 我吃力地抬起手 想要抓住医生的衣袖 可是 我实在太累了 还没抓住 便再次晕了过去 等到醒来时 耳边闹哄哄的声音消失了 只剩下呼吸机滴滴滴冰冷的响声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我躺在病床上一瞬恍呼 一腾成和柳如烟站在病床旁 看到我睁眼的瞬间 他急忙问道 博达 你感觉怎么样 我疲惫地点了点头 却未能说一句话 空气中只剩下呼吸机冰冷的响声 柳如烟站在旁边 我能看到他眼中的焦虑和关心 而在这时 来查房的医生 满脸凝重地告诉我 很遗憾 齐先生 您在我们医院就诊的体检报告 今天才出来 经诊断结果显示 您已经患有胃癌三期 必须尽快接受治疗 可现在您的家人还没有赶来医院 病房里 别的患者床前都有家人陪伴 只有我是一个人 医生告诉我 之前为我做急救时 他们曾拨打一位叫柳如烟的电话 但对方接都没接就直接挂断了 而我的通讯录里剩下的全是领导同事 医生说 齐先生 你的病情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轻紧快联系家属来医院 手术期间必须要有他们在场 说完 医生便走了 他不会知道 从很早以前 我爸妈就离婚令嫁给令嫁了 他们谁都不想要我 将我丢给乡下的奶奶 连电话都没给我打过一个 两年前 奶奶也因病去世 我便只生自己一个人 老天啊总是不公平 夺走了我一样东西 还要将我剩下的全部夺走 奶奶还活着的时候 我也曾问过她 是不是我很讨厌 所以爸爸妈妈才不要我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 老人摇着手中的蒲扇 干枯如树皮的掌心 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 我们博打才不讨厌 那些不要你的人都是瞎子 是坏蛋 早晚有一天 你会遇到一个永远不丢下你的人 可是奶奶啊 那个人在哪呢 他会找到我吗 在那些个燥热的夏季 老人的手掌和身上的气味 几乎是我儿时全部的记忆 直到后来老人去世 我才知道 我又被丢下了 并床前的手机响起 我拜托来换树叶带的护士 帮我接通 电话那端 传来柳如烟疲惫的声音 我答 一腾成说你今天动手打她了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 我知道你最近委屈 可她是病人 你连一个将死之人都容不下吗 我的眼前模糊了 泪水顺着病脚滑落 打湿了枕头 柳如烟话风一转 又说 我今天打电话来 也不是为了指责你 而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一腾成的病情控制住了 医生说她育后良好的话 能和正常人一样 健康长寿 我不会再娶她了 但是我们两个的事 还是先各自冷静 好好考虑考虑 她的病情控制住了 可我却快要死了 听着电话里冷冰冰的声音 我凄惨地笑了 柳如烟 不用考虑 像你这样道貌黯然的人 不值得我托付终身 我们分手吧 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巴黄 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兴冲冲回忆了 很多高中时期的趣事 之后 她问我 你现在怎么样 最近过得好不好 我刚剃完头发 看着镜中脸色苍白的自己 强忍着眼泪笑了 挺好的 你呢 我也好啊 巴黄一顿 兴奋地讲起她 和她老婆的事 说她老婆对她有多好 说她孩子有多听话 还说她岳父岳母 特别重视她 说到了开心处 这小子便没心没肺地 哈哈大笑 开朗的笑声 还和以前一样 她说 我们都过上了当年 所憧憬的幸福生活 我却捂着嘴痛哭 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让电话那段的人 察觉到不对 巴黄啊 我没有啊 我多想回到从前啊 可惜 回不去了 我和巴黄聊天聊了很久 自从她结婚后 我们兄弟间的联系越来越少 每次通话 都是问问彼此过得好不好 只要知道她好 我便放心了 毕竟 我们之间总要有一个人 能幸福吧 挂完电话 我已经很虚弱了 柳如烟再三给我打来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将她的电话微信 所有联系方式全都拉黑后 我又找律师 将她那个心爱的男孩 再告上法院 理由是蓄意谋杀 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能保护我的 只有我自己 所以 就算是要死 我也绝不允许伤害我的人好过 柳如烟得知消息 不知从哪打听到我在医院 上班时间跑了过来 我答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受伤了 她站在病房门口 不知所措地不敢进来 滚 我闭上眼睛不想看她 眼泪顺着眼角滑了下来 可她还是进来了 一如往常似的 根本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 柳如烟红着眼眶蹲在我面前 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道歉 我答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我已经骂过一腾城了 她不是故意把你推倒的 你不要气怀自己的身子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 恐怕还觉得自己很贴心吧 可惜啊 我再也不会相信她了 现在只觉得她恶心 我甩开她的手 含着泪笑了 柳如烟 我之前以为你只是瞎 没想到脑子还坏了 她到底是不是故意推我 你去婚纱店里看看监控就知道了 没必要过来劝我大度 我现在看见你 就想起她在我面前得意洋洋说 你们差点睡了的模样 我答 柳如烟慌了 想要重新握住我的手 我却没再给她机会 胸口像是刀划着般痛 我冰冷地看着她说 柳如烟 我的心死了 我们的爱情死了 而你和那个男人没什么区别 都是杀人凶手 柳如烟叔弟睁大眼睛后退了半步 脸色从难过变成苍白无措 我却不想再看她一眼 翻身重新躺下 你滚吧 以后别再来恶心我 我怕我会忍不住想杀了她 一腾成给我打来电话时 质问我和柳如烟说了什么 为什么原本答应要嫁给她的柳如烟 突然变卦了 都快吃上官司的人了 竟还想着情情爱爱吗 我不禁笑了 一腾先生 面具戴酒了 真以为那是你的脸了吗 你真当柳如烟爱你 不 他谁也不爱 不然也不会一边答应要嫁给你 一边又对我念念不忘 一腾成被我的话气坏了 在电话里对我破口大骂 柳如烟的嗓音 骤然闯进来 一腾成 我警告你多少遍了 不许去打扰博打 你怎么会这么不可理喻 我听见后信吴波澜 只是颇觉嘲讽 看吧 柳如烟真的没那么爱她 可她也不爱我 她的爱始终是自私的 放纵自己的欲望 在两个男人之间徘徊 既想要一个温柔体贴 适合自己的人结婚 又想跟可爱年人的前任 藕断丝连 而现在 我不打算再跟她玩这场游戏了 我挂了电话 将侦探搜集到 有关于她和一腾成出轨的证据 发给了她公司领导 当初为了帮柳如烟打理关系 我加了她领导妻子的微信 本意是想帮她打通关系 何曾想过今天 我要拿这个对付她 时光荏苒 我们都太善变了 帮我处理一腾成那个官司的律师 在我刚做完化疗的时候来的 熟悉的面孔 让我微微争冲 是你啊 我躺在病床上 疼得满头大汗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桌上的镜子 照出我此刻苍白似鬼一样的面孔 好丑 病床前的女人 眉毛紧紧拧到一起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 我虚弱地笑了 问你那个好朋友去 林又威是柳如烟昔日的好友 最初我和她相亲时 还错把林又威当成相亲对象 聊了许久之后 才恍然惊觉 自己认错了人 当时心里还有些庆幸 因为林又威的长相过于招摇 如果真要在一起 恐怕以后多的是桃花药处理 所以 后面再见到柳如烟 我才对她一见倾心 不仅是因为刚被她救过 更因为她身上 有种安静独特的气质 长相不如林又威出众 却也是越看越好看的类型 我自以为我选对了人 可现实给了我狠狠一耳光 人品和长相没关系 本性就贪婪的人 长得再老实 也还是会出轨 听到我的话 林又威勾唇笑了笑 笑容浅淡 我和柳如烟早就没来往了 我愣了愣 想问她为什么 可是伤口太痛了 胃里像有一只手在搅祸 我脸色一变 趴在床边吐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见笑了 我虚弱地趴在床边 发丝被冷汗打湿 粘在脸上 不用照镜子 我都能想象到 自己现在有多难看 实在太狼狈了 林又威却什么都没说 弯腰提起 我刚吐过的垃圾桶 好好歇着 不要胡思乱想 她留下这句话 便去处理那些误会了 我正愣地看着她的背影 两久后苦笑 连外人都不会嫌弃我 柳如烟当初却因为我 弄脏床单 而和我生气 可惜我现在才明白 一个人爱或不爱 真的太明显了 林又威答应我 不会因为过去的交情 对柳如烟手下留情 她将一腾成害我的证据 交给了法院 正式对一腾成提起诉讼 我听说柳如烟正到处找律师 帮一腾成打官司 为此 她来医院骚扰过我 说什么一腾成对她有恩 在她父母去世的时候 是一腾成带她走出黑暗 还说 这是最后一次帮助那个男人 我听得想吐 这些骗人的话说得多了 恐怕她自己都信了吧 她到最后都不承认 还爱着一腾成 拿报恩不忍心 当做她出轨的借口 不知道多年之后 她有没有脸下去见我 我拜托林又威 一定要让那个男人付出代价 她答应了 在法庭上 将柳如烟和一腾成的律师 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 案子胜诉了 一腾成不仅被查出来杀害我 还有吸毒既往史 在国外就已经被警方抓住过两次 最后一次从戒毒所出来时 查出患有癌症中期 和柳如烟见面的那天 是她没钱逃回了国内 想要傍上柳如烟这棵大树 其料都不用她太费心思 我身体实在太痛 真想亲眼看看她的下场 不过我倒是看见柳如烟的下场了 她在来找我的时候 已经变了父母样 整个人憔悴得不成样子 眼下一片清黑 身上的衣服 不知穿了多少天 全是皱褶 从前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为了她穿的体面 每天晚上都会帮她运烫 第二天要穿的衣服 可她永远都不知道 我为她做了什么 有次她带着我和同事聚餐 同事都说她生活精致 身上的衣服 永远都是那么板正 她愣了愣 说自己也没有刻意打扮 应该是衣服质量好的原因 我当时没说话 只当她是侄女粗心 现在明白了 她是压根没有心 眼里永远都看不到 别人的付出努力 柳如烟跪在我面前 哭着求原谅 博达 你气也撒了 仇也爆了 别再和我闹脾气了好不好 我知道之前那事伤害了你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对我的重要性 我离不开你 没有你的家 我真的生活不下去 博达 我们结婚吧 你不是说想跟我有个家吗 我们结婚了 就有家了 她拿着钻截跪在我面前 说的那般情真意切 可是 她似乎忘了 我早就不需要她来给我家了 小时候我爸妈离婚抛弃了我 连带着 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 也被卖出去 后来他们各自成家又生了孩子 我就更成了没人要的那个 在几个姑姑舅舅家辗转颠簸 后来才被身体不好的奶奶 接回乡下照顾 或许是从没感受过 父爱母爱的温暖 我从小就对家有特别深的执念 我想要 有个人能一直陪我 想要有一个地方 永远属于我 跟柳如烟在一起后 我对家的定义变成了她 只要有她在的地方就是家 可我没想到 执念变成妄念 柳如烟不爱我 更不是我的家 我看着她 狠狠打了她耳光 滚出去 我早就不想嫁给你了 不过几次化疗 就把我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昔日的同事得知我生病 纷纷来医院看我 来得最多的是林又威 这天 她又来了 嘴角带着瘀青 我躺在病床上 看见她呼得就笑了 谁给你打的 她熟练地 帮我把床边的垃圾倒了 洗干净手 又帮我按摩起肩颈手臂 柳如烟 说出这两个字时 她明显带着气 我脸上的笑容稍微淡了 问她为什么 林又威不肯说实话 只说了句 看那家伙不爽 早就想打她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 柳如烟早就给我打过电话了 她以为我跟林又威在一起 还说她当初带我去 和那群朋友聚餐时 林又威喝醉酒稳了我 我当时在沙发上睡着了 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柳如烟骂林又威是小人 基于闺蜜的男人 我这时才明白 难怪当初柳如烟 和林又威的关系最好 后来两人却没了联系 原来 原因在我 电话里 柳如烟也哽咽着问我 博达 我是不是错了 我们怎么就 走到这一步了呢 明明 我是爱你的啊 听着她沙哑痛苦的嗓音 我不自觉地红了眼眶 不是因为心软 而是让我想起了那些 我爱柳如烟的细节 在一起的第一年冬天 柳如烟去临时出差 原本说好的三天回来 结果她刚走的第一天 我便胃疼起来 晚上和她打完电话 我吃了要便睡了 结果一觉醒来 眼前人影晃动 本该两天后才回来的柳如烟 衣服都还没来得及换 亲自煮了周端到我的床边 我正愣地问她 为什么回来 她回了句不放心 语气虽然很淡 却叫我心动了很多年 此后今年 我都无怨无悔地跟在她身边 哪怕她 从不提嫁给我的事 我也想陪她耗下去 可是啊 柳如烟她 终究太自私了 一颗心理 怎么能同时装着两个人呢 林又微见我不说话 以为我是在心疼柳如烟 她嗓音低哑地问 你还喜欢她吗 我浅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窗外的阳光 呼得响起乡亲的那个下午 我下了班 匆匆忙忙赶到乡亲的咖啡店 误把坐在窗边看书的女人 当成没人介绍的乡亲对象 阳光浮动 照在女人招摇去安静的侧脸上 我走过去气喘吁吁地和她打招呼 你好 我叫纪博达 是李阿姨介绍来相亲的 女人抬起了头 脸上带着微微压抑 随即看向我的眼神 变得柔和耐心 如果没有后来 我被女流氓找查那件事 我想 我们都会将错就错下去 那么 我们现在的结局 应该也会不一样吧 可是 谁又说得准呢 或许从那个下午的认错开始 我们就都错了 这天下午 一个男人突然推开了 我们病房的门 博达 我刚做完第三次化疗 整个人报收二十斤 听到这道声音 我虚弱地朝门口看去 八荒 怎么是你 上次还在电话里 问我过得好不好的兄弟 出现在我的病房里 死家伙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生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八荒哭着冲进房间打我 虽说是打 可她那力度 却没蚊子叮咬来的痛 我也渐渐红了眼眶 却还是笑着说 这不是怕打扰你的生活吗 你呢 又为什么骗我 不是说过得很好吗 曾经的八荒是最爱漂亮的 发型要酷炫 体型要保持最健美的状态 稍稍有腹肌松弛的迹象 就要疯狂健身 可如今的她 胡子拉叉 穿着最朴素的衣服 眼中带着疲惫和沧桑的痕迹 怎么看 都和我记忆中 她阳光帅气的样子不同 八荒边哭边说 我想着 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不想把家里的糟心事 讲给你听 谁能想到你 瞒着我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我们之前见面还好好的呀 我沈笑 你也不想想我们都多少年没见了 距离上次见面 还是她家小宝出生的时候 到现在都五年了 五年的时间 足以改变太多东西 曾经眼神清澈的大男孩 现在眼中也充满疲惫了 说说吧 你和你们家夏琳是怎么回事 她婚后对你不好吗 我帮八荒擦了擦泪 满心心疼 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 替她教训了她不开心的坏女孩了 八荒是在我们大学毕业那年 就结了婚 和我不同的事 她娶了她年少时最喜欢的少女 结婚当天 我亲自送她 她那时笑容甜的 仿佛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以至于后来多少年 我都坚信她 依然幸福着 可如今八荒却冷静地告诉我 我跟夏琳准备离婚了 结婚七年 我对这个家厌恶了七年 我无比诧异 怎么会 认识八荒和夏琳的都知道 夏琳喜欢她 喜欢到 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送给她 高中时 学校严查早恋 夏琳却当着全校同学的面 在红旗下跟八荒表白 两人相恋多年 大学一毕业 夏琳就向八荒结了婚 结婚当天 夏琳也当着往日同学的面保证 会一辈子对八荒好 这才过了几年 他们怎么就走到离婚的地步呢 说起这个 八荒却显得有些平静 她自嘲地笑笑 恋爱实在甜蜜 结了婚都会变得 其实夏琳对我一直还算不错 我们未婚先孕 可是后来 这样鸡毛蒜皮的事实在太多了 她一天两天可以陪我这样熬 到了三天四天也开始累了 结婚这些年 我们从无话不谈变得没话可谈 每天的话题 就是围绕孩子岳母 前段时间 我发现她出轨了 在我们七年的婚姻里 她出轨两次 第一次和那个男人藕断丝连了 整整两年 八荒说着说着 声音还是不可避免地颤抖哽咽起来 她扑进我怀里 哭着问我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我们曾经都心怀抱负 说好了要一起幸福 怎么现在各奔东西 就快要天然两格了呢 是啊 我也不明白 少年是我憧憬的美好未来 毕业后 我为之努力的这些年 究竟 为什么落得这般田地呢 后来 八荒每天都守在我的身边照顾我 我和她约定 身体好了之后就去旅游 把我们曾经想去而没有去的地方 全都去过一遍 然后再在海边城市 开一家我们的咖啡小店 可我明显感觉到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晚上总是睡着睡着 突然呕出一大口血 五脏六腑像是错位了似的 痛得我满头大汗 林又微也总来照顾我 她和八荒 几乎每天换着搬来 晚上 我总是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 浑身抽搐 因为怕被她们听见 所以只能将自己蒙进被子里 一遍遍咬着牙将痛苦的声音咽进肚子 夜晚对我来说越来越漫长 我从没有一刻 像如今这般期待着明天 因为只有太阳升起 我身上的病痛才能减轻一些 这天晚上 我梦见了奶奶 她还和我记忆里的样子一样 丝毫没有变老 我疼得抱着她的手臂哭喊 奶奶 我疼 我真的太疼了 奶奶的声音哽咽了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得像小时候那样 将我抱进怀里 温柔地拍打着我的被哄我入睡 第二天醒来 林又威就突然变得异常沉默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昨晚没忍住痛哼出了声 被她听到了 不过 我感觉自己的精神突然好了很多 大概是梦到了奶奶的缘故 身上的疼痛 好像也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身体舒坦了 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很多 八皇今天去开家长 会没来 林又威就请了一天假陪我 我拜托她 带我出去转转 生病以后 我每天都和消毒水相伴 已经太久 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了 医院附近有个新开的游乐园 我从小都没去过那种地方 便拜托她 带我去看看 林又威起初不答应 你的身体美好 再过段时间好吗 我摇了摇头 不行 我就想惊进去 说完 我才反应过来 自己这话有多任性 换作以前 我从不敢在柳如烟面前这样说话 生怕她会拒绝或是生气 可我怎么就对林又威说出口了呢 还说得这么自然 林又威实在拗不过我 只得闷声答应 先说好 一切刺激的项目不准完 她帮我披上披肩 又给我拿了顶帽子戴在头上 说来也奇怪 话聊以来 我的头发就被剃光了 林又威一次都没嫌弃过 若是换成柳如烟 她怕是看都不想看我一眼 不过 如今柳如烟好像也变了样 平时也不上班了 经常跑到医院看我 我不许她踏进病房 她便日日守在门口 有几次我晚上起夜去洗手间 看她懊悔的 抱头蜷缩在角落 肩膀不住颤抖 似是哭了 那一刻 我心里却没有丝毫触动 我才发现 我是真的放下她了 曾经以为的离了她就要死要活 现在发现 也不过如此 这世上离了谁不能活啊 痛苦都是短暂的 得知林又威要带我去游乐场 柳如烟立马说不行 她红着眼眶求我 态度卑微到尘埃 博答 咱们等你身体好了再去行吗 外面风大 你在着凉了怎么办 有那么一瞬间 我能感觉到 柳如烟是真的害怕我死了 可是 这已经跟她没关系了 何必跟我这个快死之人死磕呢 柳如烟 去找你真正爱的人吧 别再缠着我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 叫上林又威就走 谁能想到 半个月前 我还恨柳如烟恨得要死 如今我已经能心平气和地跟她讲话 柳如烟大概也发现了我的变化 一瞬间 眼眶就红了 她急切地拦住我的去路 嗓音哽咽着问 博答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我有些不耐 这个问题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 她怎么还问 对 不爱了 柳如烟 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非得让我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 从医院出来后 林又威担心地看着我 真的没事吗 你其实还爱她的对吧 我静静看着远处升起的太阳 扯出一抹笑 不爱了 真的 就算对她还有什么情感 那也是 遗憾我曾在她身上付出的一切 做了那么多努力 我还是没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可惜我到死才明白 得不到的东西 就应该尽早放弃 人生只有一次 我应该为自己而活才是 好在 现在明白也不晚 我让林又威 带我去了医院附近的游乐场 在那里将我曾经想完的项目 统统玩了一遍 玩疯了 我就开心地大笑 林又威一开始担心我的身体 不敢有一丝地放松 后来见我没事 也终于露出笑容 我们跑到一座摩天轮前 我兴奋地指着最顶端说 林又威 我想上去 据说人死后都会去到高处 我想提前知道 自己会不会害怕恐高 林又威手里 拎了一大堆我买的东西 兔子耳朵 冰淇淋 还有我的外套 她没有丝毫不耐烦 满脸 宠溺地看着我说 好 你站在这里等我 我去买票 说完 她转身就走了 在她转身之际 我却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 心慌目的涌上心头 下一秒 我便倒在地上 昏过去之前 我看见林又威慌乱地丢了手中的东西 大步朝我跑来 博答 你不要睡 醒醒 博答 博答 林又威抱着我冲破人群 疯了似的朝医院跑去 有什么砸在我脸上 热热的 湿湿的 是林又威哭了吗 我奋力睁开眼睛 想看清 可我只看见了几个模糊的人影 有八荒 有柳如烟 还有林又威 到最后 我也没弄清她到底哭没哭 我死在了冰冷的手术台上 医生接力 帮我做心脏复苏 都没能把我救回来 死后 我的灵魂飘在医院上空 看着八荒因悲伤过度晕过去 柳如烟抱着我的尸体痛哭 而林又威却像是木了似的 失魂落魄地站在病房门口 有几次都差点被人撞到 直到柳如烟说 要带走我的尸体下葬 她才猛地冲过去 打了柳如烟一拳 别用你的脏手玷污了她 林又威紧咬牙齿 心红的眼中满是痛楚和悔意 她说 柳如烟 我最后悔的 是五年前把她让给你 这一次 我不会再让了 林又威亲手为我操办的后事 生前我跟她说过奶奶的事 死后 她将我埋在了奶奶身边 那天下了好大好大的雨 林又威穿着一袭黑色西装 撑着黑色大伞 一如我初见她时的惊艳 她立在我的杯前 眼睛红而湿润 说 博达 下辈子爱我好不好 我喜欢你好多年了 我万般动容 轻轻回答了她 再说吧 林又威 下辈子谁说得准呢 如果真有来事 我也只敢祈求 我能有个幸福的家庭 奶奶身体康健 孩子能再来我身边 晚安